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赖伟一 高雄轻轨列车终于展开了行车测试 正式驶入C24站到C32站的路段 吸引了许多民众的目光 所幸经过测试后状况良好 未来也会接续进行各项的测试跟检查 以确保未来实际列车通行的时候的状况 也能够让民众在搭乘的时候能够安全无余 高雄轻轨列车现身在大顺路新路段 一早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载着工作人员们与高雄市民的期待 轻轨列车缓慢的前进 在路上啪啪噪展开了行车测试 列车将会分段进行动态测试 首量轻轨列车 自C24车站拉行进入宇斗树路段 进行车辆行车进空检查 并且确认是否有异物侵入 所幸经过实际测试之后 状况良好 之后也展开C24到C32路段的行车测试 主要测试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冷滑行跟热滑行 就是我们Cold Slide跟Hot Slide这样子的一个滑行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确认我们轻轨的列车 在我们轨道上行驶上 不会去碰到任何的我们的设施物跟相关的一个结构物 那目前经过今天早上的测试的话 是状况非常的良好 都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会持续分段的在我们这沿线5公里的部分 这部分去陆续的在做一个测试的一个部分 轻轨列车正式驶入C24站到C32站路段 未来将持续测试车辆与机电各子系统间界面功能 确认供电 耗置和通讯等系统间的功能运作安全与正确 完成后将接续进行系统整合测试与系统稳定性测试 我们还会针对整个供电 耗置 通讯等等 相关的一个项目去做一个测试 那整个包括单体测试跟界面测试等等 我们还会做整合的测试 那预期我们在今年的12月初 我们会办理我们的初刊 那在12月底的时候会办理旅刊并取得营运许可 预计在明年1月元旦过后会进行试营运 在正式通车之前 轻轨列车都会不定时 与大顺路段进行各项行驶测试 透过各项测试与检查 以确保实际列车通行的时候 车辆车体万维 不与路线周边各项设施 直载或物品产生抵触 让未来民众在搭乘轻轨时能够安全无余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由新北市跨局处跟非营利组织社团 把人台湾不会教小孩行动联盟合作 利用市民广场圣诞树周边的三间店铺 打造全台第一座性教育主题儿童游戏场 性评不小事 一号正式启用 搭配市民广场两座性别友善厕所 以及建宏就发生理用品放送机 三位一体结合成性评基地 提供民众沉浸式的性别教育体验 这座性教育主题儿童游戏场性评不小事 在一号举行启用仪式 由新北市秘书处长饶庆裕代表参加 市议员江一针 卓冠亭 黄淑君以及戴相仪等人也都一起共襄盛举 饶庆裕表示 市民广场三间店面重新招租 市府主动将性评理念扩展成性评基地 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性评政策的具体实践 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到性别平等 那侯市长他在上任的时候就一直强调 Living No One Behind SDG 所以我们从一间一间的公厕开始改进 竟然可以从一间一间的公厕改到今天 这整个性评基地的完成 毕叔处只是很幸运 能够在这波浪潮里面 协同了各个伙伴来达成这件事情 那今年这个 为什么说不小萌绝对不小 小朋友的事也绝对不小 一个店面也绝对不小 其实今年那个诺贝尔奖经济学长的得主 就是那位女性 他得奖的原因就是性别平等 在经济里面产生的差异 导致了这个全世界经济 有一个重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 每一个性别平等的一小步 都可以促进这个世界上 让这个性别平等更大波 而带来更大的幸福 凯纳胜利用品博物馆创办人凡尼莎 带领众人导览参观 并介绍由国外引进的各种生理用品 性别器官模型 不小萌理事长陈一表示 性别平等不是小事 必须从小交起 性别不小事设计的 有关性教育的主题儿童游戏场 生理用品博物馆 特展橱窗 性评图书区等等 未来还会办理各式讲座 工作坊或戏剧演出 欢迎家长带小朋友入内参观体验 过去因为台湾呢 大家都家长不太敢跟小孩讲性教育 不太敢讲性品教育 所以我们做一个实体的场馆 让大家看到 其实讲性教育 从小就开始讲一点都不困难 从实体的场馆 我们从生理用品 从绘本 从游戏场里面的性教育的故事 可以让大家看到 其实性教育就在我们生活 小朋友也需要知道 从床馆里面让家长直接在这里 带小孩 从玩乐中学习性教育 就是最重要的 在这次的启用仪式中 议员们不分性别蓝绿 都一起到场表示支持 江一臻议员表示 接下来新北夜战城活动要开始了 期许更多人能够来这里认识性别平权 议会也会继续支持推动 那我们议会你也可以看到是 不分蓝绿 不分性别的支持 那尤其是新北欢乐夜战城即将开成 市民广场会有满满的人潮 我们相信在新北来推动这样子的性别意识 是会更走得越来越远的 那包含之前我们在市民广场 也有性别友善厕所 那或是在市民大楼里面 也有相关的这个性别友善厕所 都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相信我们会继续的来努力 社会局长李美珍表示 因为各局处共同努力 新北市在中央性贫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 未来将透过创新性补助 在性贫不小市办理各式的性贫教育特展 绘本推广 议题讲座及工作方 希望将性贫观念融入市民的生活中 而性贫不小市平日下午1点到7点半开馆 假日的提早到10点 每周二修馆 凯纳创办人范尼莎 则在每周一到周六下午有两场导览 详情请上不小萌脸书 粉丝页或官网查询 记者赵世渊 新北采访报道 重视动物福利已经是全球共识 台北市政府鼓励市民支持动物友善农产品 许多铜炉卖场 供应商跟业者餐厅都以身作则 分享使用动物友善食材制成的美味料理跟产品 虽然都是鸡蛋 但实际营养大不相同 主厨红招圣说明 友善饲养母鸡的蛋壳明显较为健康 教导民众如何挑选健康新鲜的鸡蛋 我想我们主要是在推动下一代的饮食改革 从国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一路到大学的学生餐厅改造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们这些优秀的大学孩子们 都不了解食物的价值 然后我们的学校以及社会的观感还在推动 就是学校里面就是小个大碗就好 这样子的错误的饮食价值观的话 那离开大学以后下一次有人教我们的孩子吃饭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医生了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认为学校的饮食应该可以有系统性的 然后有方法论的来去做改变 那因此我们就把政治大学的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实验餐厅在政治大学的行政大楼 那这个职业餐厅在做的事情有几个 第一个我们推广动物福利土地友善 跟生态永续的食材 我们把它融合在餐点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透过办一些活动 或支持学生办一些活动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食物可以这么的美好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 这是很棒的cheese 这是很棒的鸡蛋做出来的料理 透过他们先喜欢这些食物 然后认识到说 这些食物其实背后有这样子的故事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你看那个很便宜的鸡蛋用手指头一敲它就破掉了 那个就是在关在一个A4的笼子里面 养出来的这种笼式的蛋鸡 而你看看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鸡蛋 它的蛋壳如此的坚硬 然后我们告诉他们说 蛋壳的薄与硬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在于这是母鸡保护它的孩子 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盾牌 但如果它的身体不健康 它就没有办法给予它的孩子很充分的保育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让孩子知道说 所以以后我们走去这个超市买鸡蛋 走去加勒福买鸡蛋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不应该为了省这两块钱 省三三块钱 而选择一个母鸡没有办法生出很好品质的蛋 然后我们吃下去也是这个体弱多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蛋 台北市政府宣导动物友善农产品 也鼓励市民支持动物友善消费 邀请响应的通路卖场公益商与业者餐厅一同来推广 齐心展现尊重动物决心 台北市我们首创全国之先 推动动物友善的福利农产品 今天是一个推动计程会 我要谢谢我们所有在这当中参与推动的每一位伙伴 以及我们产业局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今天能够正式的对外宣布 我们台北市能够倡议动物友善的农产品 其实病毒的圣雄甘地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一个国家的道德程度 以及文明成步 是看这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方式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台北市既然身为首创制度 我们一定要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所以当我们谈到动物保护 宠物友善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多 更进一步 落实在日常的生活 甚至让我们的孩子和下一代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 所以这一次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企业 餐厅 伙伴 大家一起互相胜选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能够共同来支持这样的倡议 那另一方面 我们不止创全国之先 我们同样的在台北市 我们除了今年上半年 我们透过各项宠物友善的政策 捡运专车 国公园等等 以及搭配各项的生命教育 在校园当中开始散播开来 那另一方面 其实很重要 我也在这边正式宣布 从下个学期开始 台北市 我们从国小 国中 高中 都会吃到一次 动物友善的福利蛋 而且 会导物 生命教育 食农教育 让孩子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在台北市 认识到 动物福利 动物友善 目前 台湾生产鸡蛋鸡 也是我们生产鸡蛋的鸽子龙母鸡的处境 它们一辈子被关在小小的笼子里面 三到四只母鸡 就被塞在不到A4这张大小的笼子里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说 因为我们要吃廉价的便宜的鸡蛋 所以我们得这样残阅母鸡的身形 好 那这件事情涉及什么 还涉及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人类的永续 大家知道COVID-19 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缓和了一点 但是还有一支病毒 其实一直虎视眈眈 就是禽流感 禽流感一直在变异 它的碱基就H1 H7N9 H5N8 它一直在变 它为什么可以一直变 因为我们把母鸡制造成一个病魔的栽体 我们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健康 能够让他们抵抗自己疾病的能力 所以我想就是今天 我觉得市长跟采发局能够引领一个首 我们成为真的是台北市是一个领头羊 能够率先举办这场记者会 做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谢谢 所以我要期许市长 刚刚看到格子龙的这个淡季 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 什么是生命教育 什么是使用教育 所以日本政府其实宣布 他们的所有的会议餐食 一定用飞龙式鸡蛋 所以市长我很期待我们台北市 所有的餐食 因为我本身是动物保护咨询委员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有餐盒 未来这个餐盒能不能够 其实供应的是飞龙式鸡蛋 其次是我们学童的营养物餐 我也很希望市长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明确的政策 市长一句话 绝对可以带动我们其他城乡的产业的转型 民众支持友善序幕 可以透过购买友善动物认证标章的产品 用吃的方式来支持重视动物福利的餐饮企业 也鼓励从事序幕的生产者 转型并优化符合经济动物天性的友善饲养环境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 大五轮沙滩以及朝景公园海域 在暑假期间都发生了不幸的溺水世界 基隆市议员质询时 建议市政府在这两个海域务必规划好 适合潜水游泳的地点跟设施 市长谢国良德表示 除了对超过安全界限范围的永客开阀 保护他们的安全之外 未来也会沿拟这两个地点民营化管理 对外地来的永客及潜水客 收取海洋清洁环保费用 大五轮沙滩以及朝景公园海域 在暑假期间都发生不幸的溺水事件 市议员联恩典质询时 建议市政府在这两个海域务必规划好 适合潜水游泳的地点和设施 那我们在下去这段时间就算60分钟平均来讲 天气变化的状况都很快 不是因为下雨或什么 就是那个浪的关系 你在一个小时里面有可能 那个浪就变得很大 大了之后你知道在上岸的时候 你要从原地方下 要从原地方上的时候 那个如果是让突然天气变化的时候 上来的视线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说 我们既然在这里也弄了一个环境保护区 也把这一个我们潜水的区域也做了一些区隔 那但是请这里坦白住在这里 要特别对这些潜水下水点 要做好一个类似码头那种的地方 几个我们可以很明确的 告诉他们我们下水点要在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那在这个地方之前呢 可能你们要看海底的这个一个地形 那个浪如果打来的话 是不是需要前面要加小波块 让那个浪不是直接上来的 市长谢国良大巡使则表示 除了对超过安全界限范围的 永克和潜水客开罚 保护他们的安全之外 未来也沿泥在这两个地点民营化管理 并且对外地来的永克和潜水客 收取海洋清洁环保费用 所以我们如果对于在我们一些安全的界限 有超过范围的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处长还请你务必的要落实执法 保护这些细水者跟永克的安全 要不然等他的这个如果发生意外问题了 那我们对他有感到万分的抱歉 本府也要负上责任 我们应该彼此遵守法律 大家共同尊重这个遵守安全的规范 好不好 座长再次拜托你 拜托你三次了 这个 这个 对大五轮沙滩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就是要走民营化 因为您看那个沙 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个沙 感觉也不是说很干净 然后没有了安全的管理 会令人担心 没有商业的模式 对外来 其实不瞒你说 所以我想提倡一个概念 那个那个潮境那么漂亮 海下那么丰富 那来潜水的享受了这么多的美好的大自然 本地的潜水客 是不用付费的 但是我想跟各位议员报告 我们基本上有在请阐发出演绎 外地来的潜水客 外地来的观光客 来我们潜水 其实我觉得是要付一些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并且收取一些海洋环保清洁的费用 所以过去我们就是来这边潜水的潜水客 它也许不用任何的负担 没有任何的费用 但是我们现在有请阐发出在演绎 对于基隆市民当然使用海滩 使用这个潮境这个潜水是绝对免费没有问题 但如果外来的游客 所以我们又要维持安全 又要维持它的环境 又要把设施弄好 我觉得考虑一定程度的使用者付费 我觉得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那道轮沙滩未来我们也会走向 希望我们今年有编列了三千万的一个改造的预算 我们希望做完以后可以找到好的厂商来协助经营 变成一个成功的案例 外来者来观光的 来游泳的 来玩的 甚至来消费的 希望他付一点费用 让我们共同维护那个环境的清洁 不少年轻人都会选择弹车创业投入的资源少 再加上时间较为自由 高雄市青年局今年也首创高雄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 一共核定了98家摊车列入福岛 其中六成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 每逢特殊节日市集两侧超有设计感的餐车 不但可以解决游客的口腹之欲 更能增添市集的整体形象 近年来摊车市集已经成为年轻人为行创业的热门项目 形态自由加上可以发挥创意 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投入摊车的行列 我觉得最酷的应该就是可以让自己的时间变得很自由 然后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然后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卖自己想要卖的东西 这是我觉得最酷的 然后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客群 可以挑战平常自己做比较难做到的事情 比较困难的 比如说像是我们去挑战的纯素的蛋饼 它是没有蛋的蛋饼这样子 然后还有可以跟很 就是比较亲近一般的基本消费者 然后去分享我们的创业理念跟想法这样 为了应应创业形态的改变 高雄市青年局更是首创 高雄青年摊车品牌辅导计划 目前已经核定98家摊车列入辅导 六成以上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除了提供3万元辅导费 还有多位专业顾问免费咨询 以及培训的课程 因为我们自己出来摆试集的时候 经验其实一开始是不是很够的 那青年局还有开一些辅导的课程 我们去上了之后 对我们来说帮助比较大的 应该是设计或者是摆设的部分 让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不同的摊箱 是如何去设计自己的摊位 他们会提供一些讲师 然后可以让我们去上课 然后可以让我们有更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去接收到不同的知识 配合英国摇滚天团COPlay到高雄开唱 青年局11月11、12日 将在高流中心海风广场 举办城市雨浪市集 招募80家特色摊车 十组独立乐团接力表演 同时因应高雄市的演唱会经济 相信对于投入餐车经营的年轻创业者 都能够得到实质而有效的帮助与收益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距离2024选举只剩两个月 为了宣导反会选政策 台南市政府政风处邀请三位局走唱团 以唱歌演奏配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做情境剧演出 用趣味活泼的表达方式 向社区长辈传递反会选的观念 只剩两个多月就要选举 在台南就举办一场 烧锤里外刮虾活动 邀请一百多位长辈到场 宣导反会选观念 现在的诈骗很多 也有可能透过选举的因素 来给大家索取你的新闻情 或是索取你的其他的松衣 或是什么来盘你的选票 这种的我们就要来去旗转 所以我们这里有看到 千里有眼隔墙有耳 我们就要反会选保平安 民主得来不义每一票都很贵的 我们这个选举的会议里面 我们就是要记者这个混算 我们可以让民主来作为这个呈现 民主的选举要好好当中 我们手中的新闻这票 要去旁边说 这七菜多少钱就去买去 平安市 以前在办这些选举的爱爱 有些人有看到我们的老人家 因为人情或是什么问题 他想起来 你回家 他跟后来都很厉害 我看来很不甘 台南市政府阵风处 邀请三位去走唱团 全程以演唱老歌 配合轻松趣味的表演 将反会选观念 用趣味的方式表达 让在场的长辈轻松了解 买票跟卖票的法律责任 很漂亮 不过我刚才听说 我旁边的那些人 都会担心担心 说他才是 敢拿来的 你就要这样问 那些人知道吗 江英邦邦的法律 用乐团走唱的方式宣导 希望借此 提升年长者 反会选意识 记者张秀为 台南报导 根基营造跟社团法人 1095移民工文化协会合作 4号上午在青埔永续公务所 举办移动之途 移工生活地景特展 介绍印尼 泰国 菲律宾 越南等国家的饮食文化特色 以及在台生活地景 展期从截日起到12月4号 希望透过展览 让更多人认识各国移工的生活样貌 消敏不了解带来的误会 共创美好永续社会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移工朋友呢 你认识他们的文化吗 根基营造与社团法人 1095移民工文化协会合作 4号上午在青埔的 根基永续公务所 举办的移动之途移工生活地景特展 介绍印尼 泰国 菲律宾 越南等国家的饮食信仰文化特色 还有移工在台生活地景等等 希望透过多元角度的展览 让更多人能认识各国移工的生活样貌 今天做的这些策展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因为以往来些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移工只是来做工而已 只是一个工人而已 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一个策展 让大家能够了解说 这些移工来以后在台湾的这些生活的 这些相关的细节的状况 然后透过这些了解他们的一个生活状况 然后能够相互的尊重 达到一个共融的一个目标 这是我们所想要做的一个问题 所以才有今天这些主题 那因为更基影造 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越南集工 所以就是这次更基影造 又邀请我们设策画这个移动制度的展览 这次呢其实是以他们在台湾生活的空间的 这种地景样貌去做呈现 从美食 从消费 从这个信仰到这个阅读 那呈现出不同的就是在台湾的这种生活的样貌 那在周遭我们用非常多的这种东南园出去做点缀 包含像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斗笠啊 甚至说其实大家比较少看到的是 印尼的腊懒的这个布的部分 这样子 或者策展的1095移民工文化协会表示 尽管台湾移工与日俱增 劳心劳力与台湾社会打拼 但许多民众常因为语言和文化隔阂 对移工族群有所误解甚至畏惧 因此希望透过展览 增进大家对他们的了解 消敏文化隔阂 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 尤其是车站附近 有非常多像是东南的超市 或小吃店 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倡议 也做了七八年的时间了 其实我们也带非常多人走进去 那其实每个人都跟我们分享说 进去之后才发现 原来没想象中那么可怕 那其实这些元素 其实非常丰富非常多元 那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国家 那其实非常希望邀请大家说 走进这个展区逛完之后 大家可以之后在各种 就是东南的场景的时候 大家可以鼓起勇气走进去 跟他们说声心早 或者说声阿巴嘎巴 然后可以跟他们有些小小互动 这样子 当天跟进营造建设 总经理黄义芳也到场 与合作企业共同参观展览 他表示移工是工程建设中 重要的工作伙伴 因此公司也规划 一系列移工们的相关福利 比如在工定规划 他们的阅读角落 庆祝他们国家的庆典等 期盼丰富移工们在台湾的生活 也希望透过展览 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他们的存在 共创美好永续社会 那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移工 每个到我们的工地去的时候 对一个伙食的照顾 是最先的 我们每一个工地 也都是像这样子的 利用这个工地的绘建材 来建立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让他们来到这个工地 来到这个台湾的时候 感受到 我不会说是很无聊 而去读书 然后另外就是说 每年的这些生日 这些平常应该要做的 这些生日啊 礼宴啊 或者是聚餐等等 这是常有 但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把我们的移工去 適度的去关怀他们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 这样子 然后平常的时候 我没有我们的 专案的管理人 去 去关心他 去关怀他 不至于让他说 只有做工而已 另外 外展览地点布置在跟进一造 先前开盛的永续公务所 以二手货柜和绿箭材打造而成 也在当天获搬了 BS800E循环经济证书 肯定公务所的低碳设计巧思 而特展展期 从即日起到12月4号 每周五六日 对外开放给民众参观 跟进一造 欢迎大家来到 集结A19站附近看展 了解我们熟悉又默 十年移工族群 以及有别于我们印象中的 地产设计公务所 记得你听到会报道 台南市德光高中国中部学生 蔡穆涵参加台市大主办的 IEYI世界青少年创客 发明继台湾选拔赛 去年以尿师照护组 夺下金牌后 今年再以神奇魔法箱 这项作品拿下铜牌 不愧为台南小发明家 把假法放进去 就能自动清洁烘干 这是德光中学 一位国二的学生蔡穆涵 所发明设计 这件作品也拿到 今年世界青少年创客 发明展的铜牌 我们这个作品是神奇魔法箱 因为现在更多人需要戴假法 因为化疗的关系 还有癌症年龄降低的关系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系统 就是可以帮助清洁假法 延长假法被清洁的时间 例如说 原本一个礼拜就要送洗一次 我们可以等到两到三个礼拜 这样一年办下来 可以节省四万八三千块的费用 利用编写程式设计 让代假法的人 以简单省钱的方式清洁 另外他在去年发表的作品 也非常厉害 能透过通讯软体和硬体设备 协助轮椅上的患者 向招呼者通知药换尿布 这套尿湿招呼系统概念 让他拿到十节金牌 穆罕同学呢 他在小六升国一的时候 就参加了日本的 这样创意发明的竞赛 得到了一个全国赛 那进了国中之后呢 当然 他上了那个资讯科技课程 有教导 就是我们在城市设计的课程 让他从Scratch 跟现在Python 那这个部分的课程说实在 他也运用在他这次获奖的神奇魔法箱 藉由对生活中的观察 让蔡穆罕发明出长照相关的设备 学校认为学生的知识 不是只有学科 所以鼓励老师将创造力 融入课堂当中 希望为台南市培育更多发明人才 记者杨瘦怀台南报导 台北捷运跟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周年 结合布丁狗、美乐蒂、酷气额、蛋黄哥 在捷运南京复兴商品馆 跟大家相见 可爱拍照打卡墙 以及闸门、地板还有询问处 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 陪伴粉丝打车逛街 国际蒙教主Hello Kitty出现在捷运南京复兴站 台北捷运公司与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岁生日 同时推出限定联名商品 也举办见面会 让粉丝可以一同合影 因为喜欢Kiki 喜欢很久了 家里一堆Kiki 因为我们想要跟Kiki合拍 然后我们大概12点多到吧 锁定娃娃 大小的娃娃 还有悠悠卡 是家里可以用的 然后或者说摆件 就是很多种类啦 我们除了在捷运本业 我们提供更安全 更可靠的捷运系统之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旅客 更丰富 以及更活泼的一个 搭乘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今年 刚好Hello Kitty 这个今天刚好它生日 我们也是它50周年的一个 这个日子 所以我们也跟它来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要谈到就是10年前 当它40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它合作 那在我们猫虎缆车那边 我们发行了很多联名的商品 很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 那这一次50周年 我们跟它合作 我们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那365这边 它也特别为了这一次联名限定 有很多是单独的一个这个图案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合作厂商 也开发了66种的一个商品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陆续推出 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喜欢 我们捷运商品主要是以捷运的一个严肃 或是捷运的一个意向 然后跟我们的一个伙伴一同共同来开发 那比较受欢迎的 包括像我们的轨道列车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具等等 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厂商这边 他们的提案 那提案只要经过我们审核以后 这个就可以在市面上来贩售 联名系列商品包含悠游卡文件夹 绒妈娃娃及吊饰等 另外也在捷运站设置 梦幻打卡墙公民种拍照 不仅有Hello Kitty 布丁狗 美乐蒂 哭泣儿和当黄哥 都在闸门区 地板及旅客询问处等着大家 我们从民国85年3月28开始营运 我们第一年每天只有4万人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再大概最多 礼拜五可以再到236万人 所以各位可以想见 这一下子从4万变236万 人流就是金流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旅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Hello Kitty的好朋友们 已经还在那边 要等着待会要一起参与活动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在这里 这个地方正好是南京复兴站 而且正好在我们的付费区 和非付费区的中间 这里我们后面有一排的商店 Metro Corner 都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台北捷运 安全可靠舒适便捷的一个服务 来给大家做最好的大众因素服务以外 今年我们特地 除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多 像60多种的联名商品以外 当然今天是先拿出20几种 我们后续还会陆续的推出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三立欧给我们支持做了一列 在淡水县的一个彩绘列车 也跟大家报告 这个我们六大主题的明星 对不对 除了Hello Kitty 是 美乐蒂 是 还有大二狗喜拿 对不对 是的 酷季儿 对不对 还有蛋黄哥 蛋黄哥跟布丁狗 还有一个布丁狗在这边 超可爱的 一共六个 这六大明星呢 会跟大家一起同乐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过 为什么Kitty她的左耳上 有带着一个蝴蝶结呢 这个如果是Hello Kitty的 忠实粉丝 应该马上脑海就会冒出这个答案来 其实答案是 这个蝴蝶结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也就是说Kitty的蝴蝶结 它是代表着人心跟人心的连结 那是串起全世界人跟人之间 人跟地区之间有爱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3DO集团 在2021年有新设一个企业的愿景 叫做One Word Connecting Smiles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藉由创造每一个人的笑容 并且透过把这些人的笑容 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快乐的环 那从而达到说 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和睦相处 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 而我们家Kitty的这一个蝴蝶结 正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含义 那于是同时呢 我们回归到现场 台北捷运呢 当然它也不是 仅仅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台北捷运 它同样是连结人与人 人与城市 人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每天我会看到无数的通行族 来自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那他们搭乘了台北捷运 往来每一个繁荣的城市 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城镇里 那或者是搭乘台北捷运 回到他们温暖的家 交织出无数的这个温馨而感人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说 今天可以 这六位三地欧明星家族 那一起让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人心的结合 以及有爱安心的一个象征 一起跟着台北捷运带给更多的乘客们 更欢乐的一个搭乘体验 除了联名商品和捷运站的彩绘装置 也打造梦幻的捷运彩绘列车 在淡水新一线起航 欢迎民众透过捷运APP 掌握列车动态资讯 与可爱卡通明星同游台北 记者问运台北报道 国际知名口族画家杨恩典 回乡策划邱志恩典画展 在百年老街充满历史意义的池田屋 展出多幅精彩画作 最有老式的画展 揭开2023六规观光艺文记的序幕 一同带动在地的艺术与文化 邀请大家来看画展 漫游百年山城体验六规之美 口族画家杨恩典老师 神采奕奕地在介绍着画作 老师从小在六规育幼院长大 直到28岁才离开 如今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口族画家 这次受邀返乡回到六规办画展 那从小住在六规这个地方 育幼院里面照顾我的成长 那这一次是六规区公所的区长 玉如姐她邀请我 希望我能够用自己的作品 能够让整个六规的艺文气息 能够更多人能够看得到 这是她首次在当地举办公开画展 希望透过艺文活动结合 当地六规的特色文化 带动家乡的观光发展 这一次的画展呢 也让当地结合了当地的这个艺文的部分 比如说陶艺或者是一些像茶艺的部分 还有当地的那个温泉都能够被重视到 我觉得我自己很感动 因为我们六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欣赏 这么一个漂亮的环境之外 也能够来欣赏我的画展 谢谢 每年秋末开始 是最适合到六规旅游的好季节 这次六规观光艺文记 透过老师举办的画展揭开了序幕 恩典老师一直是我们六规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那以往我们都比较少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他本人接触 那这次我们就尝试着跟老师 邀请回归来去办画展 那我没有想到老师是非常的乐意 而且也真的非常尽心尽力 也回馈以回馈家乡的心态 来为我们这次的活动 而办了这么精彩的一个画展 未来还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欢迎大家前来探索六规之美 漫游百年三成体验自然风景 记者苏瀚军高雄报道 基隆信二路消防局对面的防空洞周末很热闹 基隆怪奇团队自筹经费 在文化局提供的防空洞空间 展出消失的洞18罗汉洞限定展览 大货好评 展出贴数只有10月28 29 还有11月4号以及5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参与这场冒险 一探这段被遗忘的故事 吸引大批民众进入山洞参访的消失的洞 18罗汉洞限定展览勾勒出许多民众的回忆 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18罗汉洞啊 就很怀念 嗯 就回到 那个时候 对 就是看到照片 对啊 那是我国中时期的时候去 就是跟同学一起去18罗汉洞 逛的那些场景 由在地年轻人组成的基隆怪奇团队 今年度推出消失的洞 开启消失事务所系列主题 要给基隆人美好的在地回忆 那我们这个基隆怪奇团队 它其实就是基隆在地有几个青年 我们一起组成团队 那就是在闲暇之余 我们希望可以在基隆可以做些什么 既之前我们有做实境游戏 来认识基隆之后 我们今年就是做了一个消失事务所 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几年基隆的变化其实很大 有些东西其实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它就渐渐消失了 那我们就开始募集说 你发现到基隆身边有哪一些消失的东西 那就有人提到了18罗汉洞 那很多人都有共鸣 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好多人提到它的时候 就会想起小时候进去好像是进去鬼屋一样 里面有会动的人偶啊 会喷火会喷水这样子 那就让我们觉得好好奇喔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在网还没看到的时候它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挖掘那边的故事 然后找到了好多以前的老照片 然后发现那个洞里面真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丰富 没想到在洞里面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娱乐设施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新鲜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办一个展览 让这些可能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眼的人来认识这个地方 然后也让一些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已经消失的 可以好好跟它道别 那最终我们还是想要回归到就是 对于消失这个议题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是会想要好好跟它说再见 还是会希望它重现 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主要是想要聊这件事情 这基勇人专属回忆的18罗汉洞 也吸引不少外线市年轻人及刚定居基勇人 来解锁这神秘面纱 这个展览非常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就是防空洞应该是很多基勇人 都会有感觉的闲置空间 刚好就是现在趁着就是怪奇 怪奇团队他们的来进驻 所以你会有你会 你会有一个机会来议会 防空洞到底长怎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 现在可能年轻的基勇人都不知道 像我也不知道 就以前18罗汉洞它里面有什么 然后你可以借由他们的展览来体验说 消失了18罗汉洞到底怎样 解开这谜团活化山洞 再现18罗汉洞的洞内风光 基勇冠奇团队与民众分享 这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还有什么滋味或是酒无人烟的遗址 让你念念不忘呢 团队欢迎大家来分享 下次展出可能就是你投稿的正在消失 或可能消失的人事物哦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备受关注的雕塑大师 朱铭太极系列统雕作品 因为中正体育场整修契机 已经在日前由专业运输团队 从中正体育场移师到高雄市立美术馆圆区 由朱铭美术馆典藏维护部进驻现场 展开围棋一个半月的修护工作 现场开放民众观看完整的修复过程 共同见证大师作品重现荣光 雕塑大师朱铭太极系列同雕作品 因中正体育场整修契机 已在日前移至高雄市立美术馆圆区 由朱铭美术馆典藏维护部进驻现场 展开为期一个半月的修复工作 现场开放民众观看完整修复过程 朱铭大师的作品之前 是在中正体育馆的前广场 那我们经过市政府这边的一个指示 我们将它移到高美馆的园区 目前在现地进行作品的修复 那我们这次很特别的就是请求就是 就是朱铭美术馆这边的修复师 帮我们规划成是一个就是透明的一个 防护的措施 希望的话他们在修复的过程 可以让我们行经的市民看到 大师作品被修复的过程 太极系列的两座同雕作品 各约有三顿钟 修复场地 特别选在户外开放性空间 就是希望透过大师作品修复过程 让大众认识博物馆 产品修复的工作 那目前的话 作品的修复是进到了上色的阶段 那在整个作品都完成表面的处理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防护 那预计是11月底 会完成相关的作品的修复工作 那接着的话呢 大家可以到美术馆的园区逛一逛 12月我们会在园区的某个地方 让这件作品能够长期设置 然后让民众可以跟这个作品 有更进一步的互动 修复作业预定11月底完成 在每周一至周五开放参观修复过程 同时也期望参观民众 能留给修复师 可以专注工作的修复环境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跨足音乐演戏主持的多7亿人陈昭伟 这回获得台南应用科技大学 流行音乐系邀请来担任讲师 他将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传授给学生们 希望能培育出更多的明日之心 台上的学生练唱台下的老师认真的在写评语 但睁大眼睛你没看错 他是台语综艺界的知名艺人陈昭伟 在电视上面看到他这样子这么精彩的 不管是口条啊或者是说表演啊 就觉得说非常适合我们系 国台语歌曲演唱演出多出戏剧 主持功夫了得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流行音乐系 朝向聘琴有食物专业的教师 会唱会演又会主持的陈昭伟 当然是不二人选 像我们在户外演唱的时候呢 对同学来讲可以传授很多的实际面的一个教学 然后包含在主持也好 或是活动的企划也好 其实这些对于流行音乐学系的学生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需要的整合型的学习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大家有个认知 就是流行乐团的演奏 它跟古典乐团比较起来 它一定的互动性一定要更高 否则你会无法凸显这个乐团在舞台上所存在的价值 从乐团曲风建议到团圆主唱吉他手应该如何互动站位 在台上讲评不仅非常专业 点出学生问题时又不让人感到严肃 轻松的上课氛围受到不少学生的喜爱 让他们获益良多 我们觉得刚才上完老师的课了之后 我们就是更知道怎么在舞台上面有展现我们的肢体 我觉得他说就是就比如说我solo的时候站位在交换时候的问题吧 那个问题我可能平常都没有什么注意到这样子 我觉得他讲完确实有改善 让他们不管是在这个弦乐也好 然后keyboard 然后vocal 或是这个打击乐的部分 都有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整合的学习 那我很多次上课他们都说 啊老师你想唱什么歌曲 他们就可以马上帮你伴奏伴出来 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看好 他们未来在业界服务的时候呢 可以获得很多音乐界前辈的青睐 陈钊伟对学生的表现评价极高 也看好该系未来的发展 他希望能借着他在业界的专场 培育出相关领域的人才 校方表示相信有陈钊伟的加入 能为这个系带来更多不同的教学内容 即将双怀台南报导 齐美医院正式跟台南台钢 猎鹰职业篮球队结盟 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由齐美医院提供球团跟职业篮球运动选手 最专业的医疗照护以及全方位预防医学 成为台钢猎鹰最坚实的医疗后盾 让球员在球场上能够全力以赴 无后顾之忧 由财团法人齐美医院院长林洪荣 与台湾钢铁集团的会长谢玉铭 日前在齐美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 宣布齐美医院与台钢猎鹰职业篮球队正式结盟 运动医疗其并行 神助球员成精英 他们的这个篮球队呢 那么是国内的精英禁旅 那么也是立足在我们台南市 那么我们有机会 能够为职业篮球的队员来服务 来保障他们的健康 保障他们的这个运动能够不受伤害 那这个是我们医院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能够有机会跟台港集团跟协会长来合作 那我们一定会支持 让运动员的健康受到很好的保障 避免运动伤害 能够幸福的运动 非常感谢齐美医院的医疗团队能够提供 类音的快速明确的一个医疗通道 让我们区务员没有后顾之音 能够在区务场 起得更好的佳机 在这里特别感谢齐美的医疗团队 那台港是在地的企业 也希望能够做更多有益社会的活动 希望将来能够跟齐美医院有更多服务社会的活动 那这是我衷心期盼的 齐美医院过去与职业棒球 和台南三级棒球队 有长期的医疗合作关系 而这次与台港猎鹰篮球队的合作 除了代表齐美医院对运动医学向前迈进 另外也希望透过全方位的医学辅助 强化运动选手的表现 与降低球员的运动伤害 避免球员过度疲劳 有完整与高规格的医疗照护 未来球团也将争取更好的成绩回报 创造多影的局面 记者林荫台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假新闻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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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